都是上班时间干的事 这是他被开除的原因吧 对啊 你这些都不是晚常干的事 他还嫌财务的那些贴票 然后去追债的事情很麻烦 耽误时间呢 耽误这个时间啊 而且我觉得 关键他讲到这些事情 并不觉得是一个职场的高管 总总监级别 业余生干这些事情 跟他的职业抄走之间 就觉得很以骄傲 小胖子还笑了 还笑了 不是 应该是 我是觉得找新的方式 还是多拜你要去跳槽 他没找 看到他的这个履历 因为最后两份工作 非常明显的 都是平心跳 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的情况 都是他在公司 有不得不走的原因 而不是下一份工作 有多吸引他 好 他有三个应聘方向 我们说自媒体 自媒体运营 你有什么工作成果 就19年的1月份啊 我注册了百家号 那么我现在的文章呢 就是有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累计阅读是2375万 那我的粉丝是3.16万 同时呢 我还是图文的这个MCN 我旗下有原创作者八名 你为什么要注册 列财招聘网 就是我兼职创办了一个招聘网站 哦 对对 这个招聘网站做的怎么样 一年能有一万块左右收入 能保持不破产 有成功的吗 有的 有就是有招聘成功的倒是有的 你怎么不把自己发上去呢 自己发上去我就是觉得 还是在猎片上发吧 猎片看了 他在猎片上 那明明 如果你自己都在猎片上发你的这个 这个简历 那为什么别人要到你的网站上来发自己的简历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是百度APP搜索 我的小程序是排第一的 然后我有一些贴吧的入口 比如说杭州的杭州吧 比如说渔航吧 这种百度贴吧的一些入口 说实话明明 我觉得你在这个网站上一定花了很多心力 就是你做财务的业余时间 对对 财务的事多忙 你还在额外创业 而且一个财务在业余时间创业 老板可有点机会 这个没啥 我要是把公司的钱转走了 我感觉老板 不是钱的问题 真的还不是钱的问题 是一个财务的专注问题 这个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嘛 就是网站的这个程序搭建好了以后 然后很多时候的维护 但前期很多事要忙啊 没想象到那么多 那你难道不希望这个网站越做越大吗 慢慢来吧 如果它做大了呢 这个问题问的应该不会做大 我以为你会做这个问题很好 你说说做这个网站当中 哪个环节体现了你的运营能力 你不是今天也要命是自媒体吗 对对对 运营能力 这个问题很好吧 这个问题 对对 这个问题问题也很棒 我想想 咱把这个企业用户给弄到7000多的 首先是刚开始打电话 打电话 我发现这个方式不行 不行 然后我就是朋友圈里找一些圈儿朋友 我说你注册 注册我到时候给你免费的送一些资地 然后就 你还在朋友圈里发 老板看起来咋办 这个可以屏蔽的 对对对 我不得不打断一下 你又打电话 又发朋友圈 听着这些都是上班时间干的事 这是他被开除的原因吧 对啊 你这些都不是晚常干的事 财务的那些贴票 然后去追债的事情很麻烦 耽误时间呢 耽误这个时间啊 而且我觉得 关键他讲到这些事情 并不觉得是一个职场的高管 总监级别 业余生干这些事情 跟他的职业抄手之间 就觉得很以骄傲 小胖子还笑了 还笑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 他没底线感觉 对啊 我不可能 就是说违反 违反职场的最基本的 不可能 每家公司都有公司手册的 你不可能在上班的时间 你说别人毫无察觉的 你去做这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播错以后 可能我们老板看见了 他就会知道 他的问题是在于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很骄傲 他没有觉得 是说我作为一个财务 总监 我应该怎么样去 尊重我的职业抄 是说我作为一个财务 感谢观看